y eines 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阿行 今天我们继续回来野人生存 那今天呢应该是想要来盖这个湖中小屋了 那我看一下要从哪边开始盖呢 我希望是盖在湖上面了 不要讓那個野人跳進來我們這裏面 那應該是從這邊做一個步道 走到湖中間 然後我們在湖中間蓋 應該是要蓋湖中別墅嗎 我們是要蓋別墅嗎 別墅 別起來 別起來 現在好像快晚上了 不管我們就先設計藍圖吧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現在家裡外面 我們已經蓋了一些陷阱在那個地方 把它鋪起來 因為實在是太多野人了 目前看起來好像每天都會有 野人固定來拜訪 帶著一對的野人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陷阱 把野人給引來 然後他們刺到上面他就掛掉了 超方便的東西 點起來 扛回家 然後把他給燒掉 燒野人 剛剛吃到野人了 是呀 吃到野人了 直接種 我以為是藍材 樣子有點變了 好像變得比較強這些野人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也在進化的樣子 超猛的 火了把這陷阱壓了 然後有觀眾說是野人不要吃太多 那個好像什麼 智力會變弱的樣子 對啊 所以 真的會變笨啊 對啊 反正就我們現在 如果能打到獵 我們現在有魚吧 所以 魚肉露肉什麼的 就儘管給他吃下去吧 有一些樹木差不多都長回來了 好 我們把一個平台這樣子 找找看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改 碼頭啦碼頭我找到了 我拉囉 好 看一下他能不能這樣拉 好像可以 我把他拉拉直的這樣過來 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看一下 應該可以吧 拉到那個地方 會不會太多 我看一下 其實 也還好 我想要在這個地方蓋過去 然後可能 轉個彎過去 然後我們就往右延伸就好了 對對對 往右轉 往右轉上去個樓梯 然後開始蓋那個 一個大平台這樣子 滿滿的大平台 晚上 可能會有很多野人在外面 所以 我覺得我們這戰存區 蓋的不是很好 上次有觀眾說那個戰存區可以延長啦 我到時候再來看一下 要怎麼把那個戰存區擴充 卡住了這門 這門一次只能進一邊 你先去搬野人隊長 拿去燒 晚上等一下看要不要先睡 還是怎樣 因為有時候 一早上睡起來 反而會有野人過來 這有點麻煩 有時候晚上運氣好 搞不好 不會有野人 但好像不太一定的 有時候野人就是想來就來 你也拿不到怎樣 一講完 一講完就坐在門口 我真的要嚇到 我剛剛一早 一講完 他就馬上出現在門口 跟我say hello 喔 夭壽 被他嚇到 OK他刺到了 就那個 刺到了那個北溪 他沒有刺死 他怎麼沒有刺死 交給你 我現在手上拿著木頭 哇那野人好扯喔 他怎麼沒有被刺死 太誇張了吧 他血太厚了吧 還是死了 拿去燒 我再拿兩塊木頭回去 先把他放在湖這邊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不見吧 這樣子 然後 到這個地方 因為這裡 這個平台 搞不好野人 高機率會從那個地方跳過來 我覺得有可能 所以 往右邊蓋 對啊我們上面蓋了一點陷阱 讓他們 不要靠過來 等一下打火機好了 其實好像很多觀眾一直問我 為什麼白天要點打火機 因為那個 按鍵距離太遠了 有時候早上起來就懶得按 這麼遠 就不想按 應該可以放個平台在這裡 這樣嗎 好吧 我們先 欸這樣應該 然後等一下 我先 看看 然後把這個 沿上去 這樣可以嗎 他們在亂叫 應該 我覺得這樣應該可以吧 先去處理一下外面的野人 晚上的時候外面野人真的超多的 是超多人 很多喔 我去看一下 我覺得目前 這樣看起來 我的小平台還不錯用 因為可以直接看到他們 來來來 射一下這野人 看能不能直接爆頭 沒辦法 跳過來啊野人 這個劍怎麼直接打在這個護裝上面 我覺得到時候要去拿個現代弓 哎唷 這 光頭女野人 打不到 打不到我 通通拿去燒 跑掉了 我先吃塊肉鴨鴨精 等一下他們跑到哪裡去了 有人踩到了 他沒有刺到那個好猛喔 野人隊長真的很猛 有些跑掉了 射爆他們 還在打 我來 用一根這個 火弓箭 看一下有沒有 哪一隻野人現在很閒的 別被我射一下的 好就他了 我來射旁邊那個女野人 那個女野人留給我 燃燒吧女野人 燒起來 很燒很燒 這邊又有一個男的 光溜溜的 沒穿褲子是不是 沒穿褲子 燒起來 好燒好燒 野人跳舞 唉唷好餓喔 砍死他 喔唷他焦黑了 我看一下我身上弓箭 欠扁啊 我的弓箭換一下好了 到時候再來做弓箭 到時候再來做弓箭 你就把那個營火給點燃吧 我們被觸發了一大堆陷阱 對啊他們到晚上好像有點活躍 要不要這一波清一碗先睡一下 好啊 趕快清一碗 我先煮一鍋水 等一下早上起來可以喝 大早吃肉肉 把這些乾燥肉先拿起來 來喔 下巴 吃肉吃肉 所以我看一下喔 如果這邊有一根這個塔 到時候可以把它作為利用 所以呢 這個地方這樣子 到時候我們可能要拼階層幾塊把它做起來 先拉一個自訂的 拉大一點 做個地基 拉到對面去 到時候連後面的岩石區 我們也可以走 拉過來 超遠的 在這裡 看一下這樣可以嗎 他應該可以蓋過去那個石頭吧 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他可以穿過石頭的樣子 所以呢 我把它這樣子貼起 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把它拉過去 這整個湖上都是我們的小雞 都是我們的 湖中別墅 剛說想說小雞 這邊還有一個船在這邊 不管 我覺得這大工程 這個 我們要沿到哪裡 能沿到多遠就沿到多遠 超大家力 直接蓋個 城堡蓋起來了 看一下 蓋到 這樣子 然後 那邊再跳過去 把蓋子 蓋著 又有野人被堵在上面 我們那陷阱就是全部來抓野人的啊 而且他用了一個很像跳舞的姿 這樣子 超大平台 我看看 我人走到外面 糟糕 快閃回家 游回家 游回家 欸 游回家 我們這個大平台需要200個木頭 今天真的是一個超級大工程 我們現在要努力的發木了 然後把這個平台給他蓋起來 加油啊 治安隊隊長阿邊加油 砍死那個野人 我這旁邊 進行火力支援 當你不行的時候我就跳下來 砍死他 砍爆他 把他們燒起來 他如果旁邊這個野人屍體在著火 丟下去 沒有 不能燒了 好吧 再蓋個大營火 好你再蓋個大營火 我先去裡面 觀察一下我們那個邊接的怎麼樣 這個我覺得這遊戲如果強迫症的人看應該會受不了 真的超難對齊的 會直接發瘋 真的等一下 我想一下要把這邊切齊嗎 因為我們這樓梯蓋歪掉了 一定要演到旁邊是不是 一定要這樣是不是 這樣子他只能這樣子 超怪的這樓梯 好我來看 他一定要兩節他不能一節上去超奇怪的 就這樣兩節吧反正到時候會擋住 看我們又不是什麼 超級建築大神 真的不是什麼超級建築大神 我只是要一個有屋頂的 一個 大別墅而已 就這樣 木造別墅 他這個本身蓋好的時候他就歪歪一點 如果有強迫症的患者請去看minecraft 保證都是方方正正的 但別人蓋出來是不是方方正正 這我不敢保證 原木存放架 按C 沒有用了 我剛按過 什麼的騙我 我們現在在這邊蓋了一個存放局 R邊負責去外面把木頭運過來 然後我再從這邊 運到那邊去蓋 一個分工合作的概念 好來吧 開始 好來吧 他就這樣空出一節 超好笑的 算 他的bug 然後等一下 這邊 來來 先把戰存區的這樣子 戰存區的都拿過來 那你先去清怪 你先去清怪 等一下可以睡了 我剛剛看到你昂掰了 我看到 這邊有一隻卡在這上面 好屌喔 他掛了嗎 掛了因為我剛剛 我跳出去 跟你領外合 領外合一波 直接把他們弄死 直接把他毒爆 應該是剛下雨天啊 我在猜 他現在只要離開火源 就超容易受冷 受動 外面七隻耶 你搞錯了 七隻野人 而且全部都是變種了 看是你們厲害 還是我的 50到厲害的人 就想辦法 真的是 蓋房子蓋帶 不然他們在那邊亂 直接睡起來 快蓋完了 我們的大平台 快蓋完了 加油啊 我們已經奮鬥了好幾天了 中間還一直被野人襲擊 耶 大平台蓋好了 耶 來給大家看一下現在家裡前面的狀況 你看經歷了好幾天 我們終於蓋完了 現在前面的木頭 幾乎被我們砍光光了 才把後面那蓋完 到時候蓋那個別墅 我覺得這些野人的 居住地 應該是不保了 我們這個發木葉要把他們的家園給砍光了 我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阿邊快來救我 我現在卡在這裡 你快來看我 我卡在這裡 你哪裡 我 我不知道 我卡在這個洞裡 你們不要下來 你們不要下來 我上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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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這集野人生神就走到這邊 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影片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道德 影片專頁 跟著老師按下小鈴鐺 那我們就在下一張野人生神再見囉 大家拜拜 拜拜 欸到底怎麼上去啊 嘿嘿 拜拜